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SWIFT UI的课程 今天是第十一期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按钮的事件以及数据绑定 咱们上一期我给您讲解了 如何定义按钮的外观 今天就给您讲解一下 咱们如何处理按钮的事件 以及如何做数据绑定 如何收集用户的数据 以及如何显示在画面上 咱们马上开始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按钮的事件 第二是数据绑定 都该怎么做 很简单 咱们马上看实战的部分 实战的部分 一上来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两个状态属性 这是咱们的画面 对吧 画面里面呢 我定义两个状态属性 它干什么 它为什么叫状态属性 是因为它要接收用户输入的内容 以及如何把用户的内容显示在画面上 它就干这么一件事 如果您做过其他的这个CS的 比如说这个Windows Form的编程 其实咱们不加这个状态属性 也能够完成同样的效果 但是咱们现在是iOS iPhone的开发 苹果框架中 就是说 如果你要想到这个view中 保持一定的状态的话 是需要加上这个属性的这个 wrapper wrapper 咱们怎么翻译 包装器的 咱们需要加上这个属性包装器 它才能够在这个系统内部 帮咱们保存这个对象的状态 也就是说里面的值 好不好 所以说这个地方 咱们要加上一个 at state属性包装器 好不好 OK 接下来是咱们画面的部分 一上是一个Vstack布局 没说的 然后定义了一个title 我的APP 这地方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是一个用户输入框 文本输入框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在这个文本的地方 我做了一个 咱们状态属性的绑定 也就是说 如果用户输入什么内容的话 都会被存到这个testinput里面去 这个testinput就是保存用户输入过的内容 但是大家注意看 在这个地方 我这加了一个dollar 这个dollar该怎么理解 作为初学者朋友来说 您就把它理解为 是这个属性变量的地址 也就是说 这个属性变量传到这个textfill里面去的话 它在里面会修改这个testinput的值 然后咱们在外边可以读到 也就是说 咱们是按地址传递就可以了 好不好 OK 以后我会给您讲到 画面间这个属性传递的时候 其实也会用到这个dollar 然后外面是用这个状态 然后里面是用这个bonding进行绑定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私家家中的按地址传递 是一个道理 OK 接下来咱们定义一下这个文本输入框的几个样式 这没什么可说 对吧 比如说不能够自动大写 不能够自动纠错 对吧 肯定的 用户可能有自己输入习惯 你非要这个系统给它纠错 这个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对不对 包括定义了边框 以及这个文本样式 这都没什么可说的 好 接下来咱们定义完数框之后 我这又定义了一个按钮button 对吧 在这里面干什么 这有一个action行为 就是说 这个按钮我按下的时候会有哪个行为呢 咱们大家看这句话 这个行为就是说 我把用户输入的内容 传给我的模板级的状态message 这么一个属性 对吧 OK 那么这message的属性干什么用 咱们往下看 用户输入内容 点击按钮会传给message属性 然后咱们在下边 大家请看 下边我有一个叫做这个消息框 它干什么 它就干什么一件事 显示这个message属性 OK 然后下面呢 是对于这个 下面这个信息框 一些个这个前景色背景色等等的 一些个描述 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那咱们这个应用程序就完了 那么咱们这个应用程序干了件什么事 我再给您说一下 这个应用程序 它有一个文本框 有一个按钮 然后在这个下面呢 有一个消息框 对吧 或者叫这个提示区 那么当用户输入一些个内容的时候 下面的消息框呢 并没有反应 然后当我点击按钮的时候 那么它会在下面的消息框中 显示出用户输入的内容 好不好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这个 用程序的简单逻辑 虽然简单 但是您今天把这个支持点掌握之后 您开发这个login画面啊 开发一些个小的博客画面啊 都是没有问题 道理呢 都是完全的一样 咱们马上开始哦 好 我还是用我的这个Scode 咱们建一个工程 叫做myapp 可以吧 放在我的桌面上 好 咱们最大化 然后简单的调整一下 OK 在这里面 咱们就开始做啊 怎么做 首先先拷贝上两个模板级的状态属性 或状态变量都可以啊 其实啊 是这样 前两天有朋友留言说 这个state 什么的 我都不不得这么被观察 可观察 我不可理解 其实这是iOS自己的机制 您如果开发这个WinFone啊 什么的 甚至你开发Vue 都没有这些个概念啊 仅仅是在iPhone中 非得加上一个这个属性包装器 让咱看起来 非常的这个编码 非常的难 但是呢 因为手机它比较小嘛 对吧 苹果公司可能是为了控制这个内存啊 它不保存多余的内容 它会有这么一个机制 让咱们开发者 让咱们程序员能够明白 哪些属性 你是有状态的 是需要保存的 哪些是没状态的 就别占这个手机的资源了 所以我觉得它的机制呢 可理解啊 虽然咱们编码可能显得很麻烦了 但是这个机制是可理解的 OK 先小心 咱们开始啊 然后拷贝上来 咱们这个整个页面的布局 拷贝到这个地方 剃掉它这个Hello World 烤啊 OK 烤完之后 咱们先按住这个Command 加B编译一下 应该是没有错误 OK 然后 我这个手机 咱们还是选8加 好不好 咱们选11了 8加 我记得这个 因为我用不是鼠标 是这个 这个鼠标板啊 所以说可能稍微有点 这个不太好用 这个鼠标板买了也五年了 四五年 OK 看看运行起来没有啊 把这个缩短一下 OK 咱们这浏览 咱们这个浏览器了 这个模拟器启动之后 这模拟器启动啊 第一次启动是有点慢 它可能会做一个这个APP安装 有点慢 但是呢 第一次启动之后再启动就快了 好 大家请看 这是咱们整个应用的主画面出来了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敲点内容 没有问题吧 敲点内容之后 当咱们点击确定的时候 它会读到用户输入内容 然后呢 显示在其他的地方 哎 通过这个简单的方式 换句话说 通过这一行代码 咱们获取了用户输入 然后在这个地方 您可以做 比如这个用户登录啊 login啊 那都是可以 没有问题 或者说用输入一个条件 您去浮起端去检索 要给显示出来这个商品预展表 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 OK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重点啊 今天的重点 是咱们在view中 用这个属性包装器 定义了这个view 要保持状态的属性 同时在用户输入的地方 这个地方 要按照这个地址传递 这个地方呢 要写一个dollar 好不好 按照地址传递 然后呢 当用户输完内容之后 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要把用户输入的内容进行接收 然后呢 接收到内容 再显示在画面上的其他的地方 大家请看 整个这套流程 满足了一个什么编程模式 对 数据驱动 完全是靠页面级 这两个state的属性的数据 驱动整个画面的显示行为 这就是swift的UI 非常特色的地方 您呢 一定要掌握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呢 实现了按钮事件 加数据绑定 希望对于您的学习呢 有所帮助 今天的代码呢 我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